你不止一次的说过 自己就是不想做主角 就想做好一个配角 你说过这话没 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那你说一下 没火之前吧 啥 火了以后那我可 来 涂老师我们俩换个座 没有 我其实就觉得树叶有专攻 我让我自己 如果真的要主持一档节目 把流程全部顺上去 我就没有一些精力 去旁边插课打混了 就没有办法 去把那个气氛搞得好 因为我要在意的事情 就会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不擅长于 真的来带动一个大的节奏 但你不想做主角吗 但是我内心是觉得 我配角做得非常的好 对啊 这是真的 他在配角里面绝对是主角 而且在大家印象中 可能觉得综艺人没有作品 但是我个人觉得 综艺就是我的作品 对 因为他们真的能说出 在哪个综艺节目上 见到你的哪个名场面 什么 这个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欣慰的 干嘛 nice nice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 都有自己最闪亮的那个点 只要把最闪亮的那个点 在那个岗位上 把它透露出来了 暴和都就强度 是的 对 对